種的蘋果樹上結滿果實 可可飽滿 仔細看每顆蘋果 居然都長得不一樣 不只有紅的 這邊有黃的 有綠的 屬於屬多達43種 不同品種的蘋果 全都生長在同棵樹上 利用嫁接技術 讓這棵蘋果樹 成為全台嫁接種類 最多的蘋果王 其實嫁接這個東西 就是一種植物的繁殖的技術 那它會嫁接在同一棵樹上 就是變成一種藝術的感覺 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樣貌 它的品種的樣貌 有點像是儀花芥木那種感覺 細看蘋果王小小顆長成一串 這是原葉海棠蘋果 鮮紅色的特別可愛 旁邊這顆黃綠色的夏綠品種 夏天就可以提前採收 在日本又稱為節青蘋果 陽光紅黃相間 雖然微較重 在市面上則較為常見 青綠色的是小黃品種 由於成熟期快 在採收後不亦保存 園區內不僅有蘋果王 還有梨子王跟桃子王 合稱農場三天王 梨王同樣結滿果實 有的大如柚子 有的像小葫蘆 圓圓的大概都是中國梨的品種 那種長得有腰身 那種葫蘆形的 大概就是西洋梨的品種 梨子和桃子樹也架接了 二三十種不同品種 在果樹上 需要經過磨合期 之後年年開花結果 大小色則統統不同 農場三天王以炮而紅 遊客來此一遊 還會特地站在樹前拍照 成為打卡熱區 三菱新聞市議會 陳炳豪台中採訪報導 黃色呢 有的 二十那一